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用镜头真实的还原每一个瞬间 一部好的纪录片往往能令人大开眼界 成为推荐十部个人喜欢的高质量纪录片 带你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喜欢纪录片的朋友可以提前收藏一下 十大必看纪录片推荐 第十名 地球之言 地球之言是由维姆·文德斯制导的纪录片 于2014年在法国上映 影片展示了巴西气势摄影师萨尔加多 用相机捕捉到的惊人摄影作品 以及他对自己作品的阐释和解读 带领人们一起走进这位摄影师的传奇人生 这部影片是写给地球的一封情书 是一场不改二次经历的生命之旅 第九名 舌尖上的中国 舌尖是2012年由央视制作的纪录片 也是中国第一次使用高清设备 拍摄的大型美食类纪录片 主要介绍中国各地的美食生态 盖片以美食作为窗口 让海内外观众领略中华饮食之美 进而感知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变迁 导演陈小青说 我们要拍摄的不是民厨民菜 而是普通人的家常菜 通过美食来呈现人和食物之间的故事 展示普通中国人的人生感味 第八名 人类星球 人类星球为英国广播公司 首次以人类为主角的自然纪录片 通过展示人类在地球不同环境的生活方式 与适应力从中阐述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微妙关系 这座团队访问了40个国家历时三年 并记录多达70个当地人物 世界一流的自然与人类专家以及摄影师 从空中 陆地和水下抓拍珍贵镜头 本编共8集内容 分别讲述不同自然环境的人类栖息地 第七名 美丽中国 美丽中国是央视和BBC联合设置的一部 有关中国自然主题的纪录片 以新颖的视角 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初次的拍摄 展示了中国山河风光日益秀美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从浩瀚大地到碧海蓝天 每一集都力图展现 中国不同区域独特的人们特色和生态景观 该系列拍摄持续超过16个月 奔波50多万公里 深入中国腹地进行拍摄 这座团队在中国26个省拍摄下 超过500小时的高清脚本 锦绣中华尽收演笔 第六名 人间事 人间事以医院为拍摄原点 聚焦医患双方面临病痛和生死考验时的重大选择 通过全景化的即时拍摄 抓取一般观众无法看到的真实场景 还原真实的医患生态 是一部人性化的新闻纪录片 导演周全表示 我们最终并不是讲一个医疗故事 而是通过医疗故事来讲述人与人 人与社会该如何相处 人与喜怒哀乐 与生老病死该如何相处 通过一个个具体而又细微的故事 希望用现实主义的笔触 展示中国人面对疾病时的态度 展示中国医生在面临重重困难时 内心做出的选择 这是一部不敢看 又是必看 真实的让人揪心的好作品 第五名 生命 生命是由BBC制作的十集系列纪录片 制作共耗时四年 耗资一千万英镑 全部以高清方式设置 为了纪念达尔文 本便力图展现自然界 兵分物种的多样性 和他们为适应环境而进化出的各种神器生成能力 本便以生物种类来作为分析一具 每个镜头都美得让人窒息 难以想象摄影师们背后付出的艰辛 仅仅为了一个六十秒的延时摄影镜头 竟然耗时长大了 不问你怀着怎样的心情 在这部剧中你能感受到奇迹就在身边 永恒又孕育在哪一圈圈年轮里 不问何时 你都能看到生命存在的意义 第四名 宇宙时空之旅 宇宙时空之旅 是由美国国家秘里频道出品的一部科学纪录片 透过碳为观止的电脑特效 渗入浅出地展现人类历史上对宇宙的认识 以及种种名言难以执行的天文现象 此系列开创了科学纪录片的里程碑 从天文学知识到生命起源 足以改变人生观 让人在抬头仰望星空时 少一点明信和物质 多一份好奇与观爱 人类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是如此渺小 我们开始意识到 在这个渺小的星球上 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它的命运即是全人类共同的命运 让我们再看一眼 这个孤零零的蓝色的星球 我们的家人 第三名 人生七年 人生七年是一部世界上拍摄周期最长的纪录片 从1964年的第一部诞生开始 导演选择了英国不同阶层的14个7岁小孩 去采访他们的方方面面 他们有伦敦郊区农民的儿子 有工人家庭的小孩 有中产阶级子弟 也有上游社会贵族 还有是寄养学校儿童 在此之后 每隔七年对着14个人进行回访 倾听他们的想法 观察他们的人生变化 到2019年 经过将近60年的追踪报道 从天真无邪的七岁孩童 到历经沧桑的大人大妈 如实地记录了不同背景下的孩子 如何成长变化 以及原生家庭对每个人的影响 这是一部用生命来拍生命的实施 也许每七年通过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来叙述每一个人的经历有些片面 但正是这种平铺之序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其中看到自己成长的影子 引起功名 主页有本片全体解说 7岁到63岁的人生变化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第二名蓝色星球 蓝色星球是有史以来 第一个关于世界海洋自然历史的综合系列 史诗般的海洋全记录 独家拍摄的珍贵画面 让你见识海洋最恐怖与最具魅力的一面 揭开海洋隐藏的秘密 本便带你探索海洋新物种 造访无人所知的生态 并亲眼目睹从未在镜头前出现过的求生实录 在长大五年的拍摄过程中 摄制组共经历125次探险 保温39个国家 足迹几乎踏遍了世界各地的所有大陆和海洋 摄制组的水下拍摄时长 达到6000多个小时 从我们熟悉的海岸到飞岸的海岸深处 各处美景的竞数网络其中 第一名 地球脉动 地球脉动是制作出蓝色星球的摄影团队 再次集结奉上的一部堪称难以超越的经典纪录片 从南极到北极 从赤岛到寒带 从非洲草原到热带雨云 再从荒凉峰顶到深邃大海 难以数据的生物以极其绝美的身姿呈现在世人面前 它也是全球第一个用超分辨率4K拍摄的纪录片 为了让画面更逼真 有临场感 团队用各种拍摄手法 加以采用更轻巧的摄影机 捕捉到了许多让人惊艳的珍贵镜头 每一帧都可以直接做屏保 多达71个专业生动物摄影师 踏遍62个国家进行拍摄 真实的画面比特效做出来的好莱坞大片还要让人震撼 得到全球一支好评 获奖无数 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未知 而又美丽的部分是一部震撼人心的诚意之作 以上排名纯属个人观点 如果您有不同意见或者其他喜欢的纪录片推荐 欢迎留言评论 感受人生 传递温暖 敬请关注剪影指南 下期再会